三問訓 三問訓 好 我們現在受課法師行三問訓禮 大家向佛一問訓 阿彌陀佛 好 大家坐下 阿彌陀佛 好 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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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我今見聞得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 各位同學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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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把推板推過來 好 沒關系 師父不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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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有覺 那我們上次講到 這個觀吾我 那你們回去有沒有 有沒有觀察 我们上次讲到要先觉察 然后才能觉知 才能觉照 然后才有办法觉悟 因为这个无我的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讲 是我亦我相在 解脱的关键在无我 那轮回的真结在我持 那我们要观察无我 通常要从自己的身心去观察 那观察自己的身心 基本上第一个要做的训练就是观察 学会观察 那我们叫做觉察 那一般的说法就叫做内观 那你们回去一个上个礼拜到现在 有去有观的举手看看 其他都没有观啊 其他都是观什么 观就几个而已 那你们又说这个无我这个不容易 其实我们要观这个射受想行是五运 我们说过五运 其实这个必须要做训练 这个五运射受想行是 我们说过重点是受想行这个 那尤其是受苦受热受不苦不乐受 不苦不乐就是舍 那这个是印象 这个是灵纳 这个是情感的作用 情感上的 这个是所谓的印象 认识上的 其实他无非就在讲我们的心理状态而已 这个是意志上的 我们就说知情欲 哲学上就说知情欲 那么由于 你如果真的要 因为我们单单这样讲 说无我 色是我 亦我相在 我在色中之中 我们单单要察觉色是我 或色亦我 就是这个五运是不是我 那我是什么概念 那么是五运中有我 还是我在五运之外 当然这两个都不是 就否定掉 但是我们重点先不要去 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道理 但是你要去观这个身体不是我 这个身不是我 这个瘦不是我 因为我们的心比较粗 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先培养 你那种观察 就是很细 很专注 那么的这种习惯 那么你没有办法看到 很维系的道理 所以你必须要回去 就是你要培养 那我们说过 你要觉察 从觉察什么开始 呼吸 对 你要从觉察呼吸开始 那这个其实就是 佛法讲四念珠 四念珠一个就是 观察你身体的动作 行住作物这些动作 一个就是观察呼吸 那这两个是比较容易进入的 那如果你没有习惯性这样观察 其实你不容易 你坐下来想 是我 亦我相在 这没办法 这没办法想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回去 要常常做这种观察 那么养成那种心很敏锐 那么能够理解 因为大家是不好意思举手 还是真的都没有回去做观察 那没关系 我们就继续来讲 这个是诸法空向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针对我们先解决你们的问题 针对你们上次上的课 有没有问题 还是你们回去观察有一些问题 有吗 有的举手看看 有没有 上一次说讲话大声 如果我们在旁边的人听了 听了好像不习惯什么 我们要怎么控制自己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才讲的所谓受 跟沉似合合生畜 畜聚受享失 跟沉似跟沉似 那么合合生畜 这是佛法强奖 那畜 畜就是我们面对促进对心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我们心生起着反应 那么畜聚受享失 所以要叫你们回去做觉察 就是这样 因为你第一个 我们面对境界 直接我们观察的不是我们的心 我们想的是这个境界 比如说好 那这个人讲话很大声 那我们对这个人 我们说过 我们有既有的印象 这个受 它基本上分苦乐 不苦不乐 苦乐 那么你所有的受一定是包含 一定是包含 你对这个境界 我们说过 它有你这个境界 你对这个人的印象 它会产生印象 而且这个印象 跟过去一定有关系 跟过去 你对他的印象有关系 变成一种习惯 那你才产生 这个抉择 就是你反应 你开始抉择反应 产生反应 那么你的反应就是不习惯 所谓不习惯就是 我很生气 我起承认心 就是这个样子 你所谓的不习惯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我起烦恼了 那假设我们讲 起承认心了 那么我想骂他 就是你有苦受 那么你对这个人的印象 基本上是不好的 同样是大声 像现在这个风声这么大 它也很大声 你会不会起烦恼 不会 通常是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过去的印象有关系 假设这个人是你师父 那么他讲话很大声 你就算有一点点烦恼 也不敢太烦恼 假设啦 所以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来自于你的这种 这种认知 那现在就是 你比如说好 那我现在已经生气了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先觉察 比过几个例来讲 我现在 我们说过嘛 你要跳出来 你用第三者的角度 一般来讲 如果你觉察的力量过的话 你会看到你在生气 那单纯只是生气 或是你看到这个苦受 就是我因为他讲话 我很 就是感到不愉悦 不愉快 苦受嘛 那么通常 我们产生不愉快的时候 我们会追着这个 追着这个人 依这个印象 那么就越来越不喜欢 他越讲越大声 我越听越不耐烦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 那么再加上他讲的话 你又加进去 所以 他产生不愉快的感觉 我们想 这个反应会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快速 那么痛苦会越来越重 那么你就会产生 你对于这一种 你的心就不知不觉的 就一直在那边 就是我们就一直在那边钻了 那现在如果你养成觉察的习惯 你平常有观察你心的习惯 当你 当你一起心动念不愉快的时候 你单纯只是看那个不愉快 我的心现在不愉快 我的心现在有苦受 所以 佛陀讲 当你培养这个绝照的习惯的时候 当你有苦受的时候 你单纯只是观苦 苦 那么他苦只是苦 那么他不会一直坠下去 因为当你只看到苦的时候 你不再多加 在其他的东西再加进去 他苦单纯只是苦 慢慢慢慢苦就会没有 比如说痛也是这样 当你痛的时候 你如果 你越痛越不耐烦 然后越不耐烦越痛 那么痛会加深 当你只是单纯的看到痛 那么他基本上 那个痛慢慢慢慢就没有那么 因为很多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加上去的 就是我们加上我们后来的东西 那么一直让他产生 就是他的这种 他的反应越来越直接 然后他的反应的程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深 所以印象会越来越深 感受会越来越重 基本上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停止 你没有停止这种操作 他就继续这样 所以很简单的就是 通常因为他 我们讲反应会越来越快 就好像我们昨天上次讲 今天你稍微有一点不高兴 那明天他再这样 你不高兴的速度加快了 本来三分钟后才不高兴 现在一分钟就不高兴了 那本来生气还没那么生气 现在越来越生气了 因为他是加重的 那就是你还是顺着那个模式 所以你现在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开始觉察 因为他单纯只是一种声音 可是这个声音经过你的视 经过你的视 他单纯只是一种声音啊 但是这个声音经过你的耳朵 然后经过你的意识分别 然后你就产生开始苦受 然后这种苦受会带动你过去的印象 会加深 那么他开始你的意识 你的抉择 你开始觉得这个人 就是这么可恶 这个人就是怎样 开始慢慢就不断的循环 那么会产生你的痛苦 那么这个过程很快 这个过程很快 所以他通常都叫做处 聚身受想失 但是因为你没有觉察的习惯 所以他在起的时候 你是不知不觉就顺着 就顺着这个水流 这个心念的心念流 就不断不断往前 你就被推到前面了 就推到很生气的这个地步 所以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做觉察的动作 那么在你没起一个心念的时候 你都能觉察 甚至一开始没办法 一开始只觉察 但是当你觉察到的时候 你就稍微能够做控制 我们大部分就是 情绪会失控 基本上就是 你不知道在哪里做阶段 你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他来得很快 所以他情绪来得很快 他走得也很快 但你甚至还没弄清楚状况的时候 这个境界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还留着很深的印象在里面 那么这种印象 在下次同样的境界的时候 你的反应会加速 那么你的这种程度会加重 一定会这样 印象会加深 那么它会造成你就一直这样的循环 比如像忧郁症也是这样 忧郁症它是 它陷入一种情节里面 它没有办法控制 那这种其实只要它停下来 试着观察自己的心 那么实际上是可以的 那么可以说 所谓的病就是 它不会控制 它不会控制它的心 心病是这样 那么身体的病 它不会调理 它不会调理它的四大 那它不会调理它的心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只要 你只要培养觉察的个性 比如说好 那现在这个人又讲话 那么你先看到自己的心 你先看到自己的心的烦恼 那么因为我们都是追着 追着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你第一个 你追着这个人的印象不好 给你印象不好 如果他是你爸爸 他是你妈妈 他一样这么大声 他一样讲这些话 那么对你来讲 你可能是另外一种行 一种识 一种抉择 就是他你的师父 他帮助过你 他害过你 或是你如果你一开始 就对这个人看不顺眼 那么你的心习惯 有固定的印象 那么这种固定的印象 就会在固定的境界 产生同样的感受 那这种感受会越来越重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每次你没有其他的方法 你就是要第一个训练觉察 觉察你自己的心念 我起了什么心念 我为什么会起这种心念 那么你不断在这个地方 用功的话 其实慢慢慢慢 因为你不会被境界 你不会追着境界走 你会看着自己的心 不随着境界走 这样久了久了 你就能控制自己的心 那如果你没有做这种功夫 那没办法 因为境界来得很快 那个心念在转非常的快 那如果你没有习惯心 习惯心 观察它 觉察它 一来你就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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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追不完 那追到最后自己也会累 所以你会烦 会烦 然后会苦 那么基本上会老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来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你回去要训练 因为我们 我们不可能 遇到每一个境界都满意 我们不可能遇到每一个人都满意 真的啦 有时候你自己坐下来 你也会对自己不满意 真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因为你本身就带有烦恼 那么你当然想要好 那么你是唯一可以控制你自己的人 你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 你怎么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照你自己的意思 释迦摩尼佛那么厉害 他也不能让每一个弟子都照他的意思 他不可能 那他怎么办 他甚至两个比丘出来吵架的时候 释迦摩尼去调解两个比丘 也不听他的话 他是佛 人家也不听他的话 那他怎么办 他要起烦恼吗 没有 他也没有 所以我们要习惯你 就是 我们不要习惯控制别人 因为别人不受我们控制 我们要习惯控制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的心一开始也不受我们的控制 那是因为第一个 你没有习惯控制他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觉得 我不想这样 我也不想生气 但是他就会生气啊 是不是 我们会有习惯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 不知道可能是我过去跟他的冤亲在主 所以我们很多人会这样想 所以我自然而然就会对他生气 不是的 他可以 他可以训练的 你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到过去 或是都怪到冤亲在主 所以我们解决的问题的方式都很简单 我看到这个人就很讨厌 肯定 过去 过去我跟他有仇 所以我就给他立一个消灾牌位 超度就好了 没有不是这样的 你一定要训练自己的心 分析解析自己的称恨心哪里来 为什么对这种有习惯心反应 那么泛慢 当你在觉察的时候 你那个心开始就泛慢了 你开始就泛慢了 然后觉察那个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在做觉察的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 如果你仔细去做觉察的话 因为通常我们不太观察自己的心 我们都去揣测别人的心 然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通常都注意别人在做什么 这是我们的习惯 那我们当我们揣测别人的心 我们注意别人就做什么 我们就受别人影响 那么别人的心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你认为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对这个境界开始起反应 跟前世何而生处 这个是我们的习惯 所以现在不管 不管你 你对哪一个境界起什么烦恼 你现在就把这个整个过程 给他想清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先要有觉察的这种习惯力 这种还不容易培养 因为我们习惯随着烦恼走 随着境界起反恼 就我们讲过 西光山这里 水流足落花 就一直追一直追 没有办法做到 百花丛里过 片叶不张身 这个境界来 那个境界来 这个人讲这个话 那个人讲这个话 通常像我的话 我也不是不会起反恼 我也会起反恼 但是我起反恼很快就过了 因为你通常会经过这个层次 那有时候我们起反恼都不知道 追很久 追到的时候 哎呀我追得很累 想休息 或是我不想看到他 我们通常想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但有一些人甚至 没有发现到问题在自己身上 一直觉得是别人的问题 所以一直要以解决别人 控制别人 那么为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没办法 这个你永远找不到 你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所以问题一定在你自己身上 你要知道 即使释迦摩尼佛 也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境界来 这个好的不好的 他只能够控制自己 面对这个境界 当然佛不会起不好的念头 但是就是佛弟子 基本上只能控制自己 对这个境界不起烦恼 那并不是不好就是烦恼 好有时候也是烦恼 好你会追啊 你会贪爱啊 不好你就会像要舍离 要称恨啊 那么这个是习惯性 我们通常很少 有不起烦恼的时候 通常都是贪称痴 就是就算这个境界是 平静的境界 我们也是在鱼痴当中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 那只是说我们是不知不觉啊 如果你是后知后觉 那还算不错 如果你是后知后觉 就是你生气了 知道这还是生气 然后你会控制自己 生愤怒的心 而不只是一直就想 这个人有多可恶 之前就这么可恶了 现在还这么可恶 就开始一直想一直想 你永远 因为你一直追着那个境界啊 所以那个境界 你一直从那个境界 反映出你的心嘛 所以你就一直在痛苦里面 那你说像那种 心很忧郁也是这样 他一直追着那个境界 他找不到路 其实他只要停下来就好 那个但是不那么容易 因为你没有那个习惯 所以 所以 大圣经典有一句话叫做 黄青顿蝎 蝎记普提 他基本上是因为 要你先停下来 但是我们没有停下来的习惯 所以要叫你们回去练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个 一天 一天你们都有做早晚课嘛 我想应该都有嘛 对不对 你们都有在做早晚课嘛 早晚课通常 我看80%的人都是念佛 有20%的人是打坐 大概是这样 那念佛的人基本上 有时候有一个习惯 他会追着佛 追着佛跑 追着佛号跑 但是你现在就是要大概 我们说过大概用 大概20分到30分的时间 静下来 那么看自己的心 那么养前这种觉察 那么你 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坐着念佛 久了 那你就起来走 然后看自己的动静 就是寻触作物这样 你不用做什么 你只要观察就好 培养那个觉察力就好 那你坐下来的时候 你就先觉察自己的呼吸 如果你什么都不想 坐在那边看自己的心 也不容易看哦 不容易看 因为你没有一个目标 没有一个所缘 你看自己的心 你会乱想 想这个 想那个 师父叫我看自己的心 我的心到底在哪里 越想越想越乱哦 真的 所以你要先要有一个所缘 就先看呼吸 单纯 因为呼吸没有善恶 很单纯 那么它只是要你培养 觉察的个性而已 那你的行入作物 没有善恶 它不会引起你的贪 也不会引起你的秤 你先培养这个 如果你不培养 那其他你说 我很烦恼要怎么办 那个都没有办法 因为烦恼来要怎么办 看这办要怎么办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知道烦恼 从哪里生起 其实它不外乎就是受想师 不外乎就是这样 跟成是受想师 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其他的 讲多一点就是 所谓的六畜生 六受生 六想生 六师生 六爱生 六取生 讲多一点就是这样 简单讲 它就是受想师 所以它前面有所谓的 六根 六成 六四 六处 六受 六想 六师 后面就是六爱 六取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通常都是 我们面对这个境界 那么产生种种 种种种种的 这一些新锁 重点在新锁这边 重点在新锁 如果你可以就是 稍微拨一点时间 然后常常 就是你静下来 或是说 你有空 不知道做什么时候 你就稍微 稍微 但是如果要固定 其实 一种行为 或是一种信念 要产生一种力量 那么它必须就是 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地点 固定的方法 那么它就容易产生 比较容易产生效果 就是你固定的地点 固定的那个时间 固定的那个方法 那么你就慢慢增长 也许一开始十分钟 然后二十分钟 然后三十分钟 这个外面的说法 就是一般的说法 叫做内观 那是内观重点 就是其实 重点还是在管你的心 那么管你的心 最后一开始 要看到起伏 生命 然后最后要看到无常 然后之后才从无常看到无我 那这个是很后面的事 你要先能够看到自己的心 到底都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 要看到自己的心 那心念很快 你要看到自己的心怎么运作 你第一个前提是 你要有看的能力 就是观的能力 所以你要先培养这个 不然没办法 没办法 你听的都是知识上的而已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真正说 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那样 所以烦恼来 还是会烦恼 但是有一个过程就是 当我们在观的时候 还是 境界还是不断来 所以我们会起烦恼 一定会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烦恼力量太强 你也是没办法做观 所以你要先离境 一般就两种 一个就是离境 一个就是离心 离不了心就要先离境 因为心面对这个境 它就触对它有反应 如果它很比较严重的话 那你就要先离境 比如说我听这个人 师父叫我这个观 法师叫我这样观 我观这个人声 我就越听越生气 那个习惯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听 你就先离开 如果真的没办法离开 那么你就自己要转念 你自己要转念 如果可以的话 先离境 先离开 你不要在那边听 在那边要观 越观越生气 就不行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说 你贪爱心很重 你就要一直看这个 然后去观不尽 越观越贪爱 那就不行 你要先离境 离境之后 那么再去做观 关整个心 我是怎么运作的 因为启称心是一个结果 苦受是一个结果 苦受 你感到不愉快 感到不愉快是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怎么来的 其实你仔细去发现 你就会知道 无明行事 明色六处 处受爱 取有 就会从这边 你就会发现到 实际上就是这个过程而已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可以问 我们先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观照的那种能力 只是把心静下来 都有点困难 因为我们在静心的当中 常常会遇到两种问题 一个就是昏沉 一个调剧 那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就讲到禅修的问题 因为昏沉跟调剧 其实是修订的比较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其实牵涉到 身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说过 一个是方法 一个是环境 那么它都会产生这种问题 比如说像智者大师 在写那种六庙门 或小子官里面 他讲二十五方便 那么有一些当然不需要多这样 但是多数如果你能够尽量做到 比如说好 比如说我在这里打坐 那么打坐 因为昏沉跟调剧 它是完全两种不同的 昏沉就是暗昧 就是心已经处于暗昧的状态 就是没有那种会 没有那种观的能力 那调剧就是心起无很快 就是很多心念 那么基本上也没有观的能力 通常就是一个是身体上的 身体上就是 比如说你不能吃太饱 也不能太饿 太饱会昏沉 或是你要知道 有些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有些人吃这种东西 吃这种食物 它容易产生昏沉或掉剧 刺激性的或是比较怎样的食物 有些是这样的 有些人食物会对他的身体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你就要注意 我吃这个东西 我吃这个东西对我容易昏沉 或是容易掉剧 比如说有些人喝咖啡或是吵 心会跳得很厉害 或是他就会起心动力比较多 那有些就是可能他会比较安眠 会想昏沉睡觉 就不一定了 那另外有的就是 就是打坐的姿势 打坐的姿势如果不正的话 那么也容易产生昏沉 或是你做得不好 痛就容易产生掉剧 这边痛那边痛 也会 还有比如说你通风不好 这个闷 闷也容易昏沉 反正就是他有种种的 种种的情形可能会造成你昏沉吊举 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从环境上跟我们的生理上讲 那从心理上有可能就是你 因为昏沉跟吊举 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习惯性 因为我们六根攀缘六层习惯了 那所以你必须要透过一定的方法 那么做训练 那如果说好 训练来讲 比如说 你在做的时候 你在做的时候 你昏沉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再做下去还是昏沉 你就不要做了 你就起来 就佛陀又教 就包括你清醒的时候 昏沉了 你就起来 动一下 或是去洗个脸 用冷水洗个脸 再清醒一下 然后觉得可以了 然后再来做 那有些人就是 那么他就坚持做 那做就是在那边打瞌睡而已 或是他痛痛一直忍痛一直忍痛 然后如果稍微可以忍一下也可以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那个心一直在那边对抗 他就产生掉矩 那么这种就是你要自己调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情况 因为有因有缘世间及有因有缘世间面 有因有缘分尘会产生 有因有缘分尘不产生 有因有缘会有调集 有因有缘不调集 所以你还去找那个 找那个分尘跟调集的原因 是生理的因素 是心理的因素 还是环境的因素 那么慢慢慢慢 你慢慢慢慢 如果我这样做了 他还没改善 那可能是 有些是做之的因素 你做得不好 就是你做得不止他 就没有多久他就昏沉了 没有多久就昏沉了 就久做的人容易昏沉了 那新开始做的人容易吊局 通常都是这样 就常常做习惯的人 他基本上有能力 做下来就开始睡 也有办法 就容易昏沉了 他就习惯了 那但是如果是 刚开始在练的人 他昏沉比较不容易 他都是吊局的多了 那这个其实要自己 要上要自己 自己去训练 其实我禅修公布也不好 这个可能如果你要特别好一点的话 要去请那种禅师 特别禅修公布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先培养绝照的能力 那如果要禅修的话 最好还是要有专门引导的人 因为禅修如果你修的话 会有一些境界 那这些境界 如果你不会处理 那其实是蛮麻烦的 但是也不用担心 很多人禅修都怕走火入猛 你都还没到走火入猛的地步 不用担心 就是你要先 先有这种绝照能力 如果你的观的力量强 那么基本上 就是我们说 其实禅 这种观照能力不一定是做 但是你即使你惊醒 因为我们就是惊醒愿作 惊醒愿作 你惊醒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掉局 但是比较不容易昏沉 如果你在走的时候 基本上是比较不容易昏沉 但是比较 如果有时候也会掉局 但是就是你训练 训练自己 看让自己比较 就是那个心就在那个方法上 有时候你那个方法不见了 你就是 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那个就是掉局 或是 有一点点慢慢慢慢习惯了 它又变成 好像那个心又没力量 又比较暧昧 所以这一部分可能还是要 如果你要再进一步的话 可能要去问那一些 比较 工夫比较好的禅师 这一部分禅修的部分 我比较没有特别有心得了 还有什么 老师是不是我们人在 可能生理上太累了 或是我们心里有不爱的时候 也会 就是不要做禅修 是 如果太累 我就说生理上的因素 如果我们太累 那么你做着 那么就是休息的时候 你就是 如果我们太累 那基本上不行 太累了也不行 太累就 你的身体 身理是处在一种 一种 好 好 好 的状态下 所以你 你坐下去你就会很累 很快就分成了 很快就分成了 我心里面 过爱很多的时候 那个坐下来 它也不是不好 但是你就是 你要会关的话 那个 你就是这样关 因为你心里 过爱多的话 坐下来一定是掉局的多了 一定是掉局的多 因为你就想 想这一些 你坐下来就想这一些 你平常都在想 但是你没有仔细想 你坐下来 你就会想这一些 那个人说我什么 我妈妈今天打电话 跟我说什么 我爸爸怎么样 然后 我在这里怎么样 我觉得你就想这些 所以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你方法 已经不见了 那你过爱很严重 那么当你坐下来的时候 其实 如果你那个方法 用得很好 其实还是心 还是可以静下来 那或是说你调得很好 那么 要看你的做 你的习惯 如果 比如说 假设你很累的时候 如果你做得好 其实它也是可以恢复 那一种 就是 它其实 打坐 其实是可以让 疲惫的身体恢复的 但是一般我们 比较没办法 所以 越做就会越累了 所以你 如果比如说你睡眠不够 那 建议你是 先睡饱了 再来坐吧 因为你睡在那边 你就不容易 因为你克服不了 一开始克服不了 那如果你 比如说你比较累 做得比较累 那么其实也不容易 你就是 你要打坐之前 就是要先让自己 先静下来一下 或是你在坐的时候 就先静下来 但是这个其实都要 还是跟你的习惯有关系 你自己本身 休息的习惯有关系 那当然 当然如果要禅修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 其实禅修也有很多套 但是 它部分我看也是大同小异 就是你先训练让自己的 因为它就是子 子跟观而已 子就是第一个 身体不那么浮动 不那么躁动 然后让心也不那么浮动 那么躁动 它处在一种 因为我们只要有动作 甚至只要有思想 那个思想是比较剧烈的 我们都会耗贵很多的这种 我们叫做能量 或是耗贵心力 体力 都会这样 那么它就属于一种 属于一种比较虚弱的状态下 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 心停下来 特别是心要静下来 然后身当然也停下来 比如说就算你在走路的时候 你都是慢慢走的 你不是走很快 但一般我们念佛有时候像习惯的 就是比较不注重这个 所以这个都比较耗费 就是体力上比较耗费 或心力上比较累一点 你即使惊醒你也是慢慢走慢慢走 慢慢观察的 那个时候基本上 不管是心力跟身体 它基本上都是在比较 我们说是比较安定的状态下 静 静而后能定 其实是这样 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们如果那么有兴趣 你们这部分不是有办过禅修吗 禅修老师应该是 能够叫禅修的应该都对这部分有研究 禅修我没有办法 我还没有办法 所以你们应该要去问那些 比较厉害的禅修老师 如果他们 那么如果有兴趣 你们应该再教他们 你们上次办是什么时候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不行 一年一次 当你们有问题怎么办 去问他们 opt 因为因为你禅修 比如说他是来戴 戴完了之后 那么你们有继续依他的方法修吗 有 有 然后有问题怎么办 老师出院功课 这样我们可以做很久很久 你们有问题没有去问他吗 一般来讲如果你依他的禅修法 就是他是有经验的 那麼有問題就要去 就是他有經驗他就會帶 他就知道要怎麼解決你們的問題 這是這一部分 還有什麼問題嗎 這一部分我比較沒經驗 老師請教你的職場大問題 就是同事有所謂比較 不投緣的 不投緣 老師看起來也有 不是你的話講 現在處理方式是 就跟他除了公司上 有必須互動之外 要講 其他就是 沒什麼話好說 這樣的話整體看起來 這工作氛圍有點習慣 像這種情況要怎麼去 改善這種工作氛圍呢 其實是這樣啦 其實你可以試著看 其實 所謂的不投緣它來自於 過去跟現在的因緣 過去不知道 但是現在很明顯的就是 你是往 你是往不投緣的那方面繼續走的 就是說我們講緣 他基本上可以這樣 我們講緣 緣通常會造成影響 就是善跟惡兩種 善跟惡 就是我們講善緣跟惡緣 善緣當然我們看了就喜歡 再怎麼讓人家討厭的人也有人喜歡他 再怎麼讓人家喜歡的人也有人討厭他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人跟人之間的緣 那緣來自於哪裡呢 其實緣的最開始就是來自於你的心 你的心開始 就是變成 久了就變成習慣了 我開始不是那麼討厭他 後來越想越討厭越想 就變成 我一直都很討厭他 當你一直討厭他的時候 當心堅固變成怨的時候 遠從哪裡來 遠從怨來 當你的心一直都這樣 他就是堅固 堅固的心 堅固的心叫做怨 堅固的心叫做怨 所以我們發怨發怨 但是我們不知不覺 把那個討厭他的心變成一種怨 就是 我們非常討厭他 就習慣了 就變成堅固 我一看他就討厭 我一看他就討厭 所以就變成 你 你 不願意看到他 或不喜歡看到他 就是你那個心 我們講過嘛 已經變成習慣了 習慣了 他就變成一種怨心 那這種只是你的怨心是 惡緣 惡怨 惡心 其實只是這樣而已 那所有的法 你要知道所有的法都不決定 所有的法都不決定 決定都在你的心的習慣 因為我們是這樣嘛 他是心 起經這個念 然後形成一種 久而久之形成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 我們叫做業力 潛在的影響力 所以 比如說我討厭他 討厭他也是一種 一開始 你什麼時候開始討厭他的 你可以想嘛 你在 比如說 好這個是你公司的同事 你沒有進公司之前一定不會討厭他嘛 你第一天看到他也不可能討厭他嘛 對不對 你都不認識他 是不是 不是甚至有些還開始會喜歡他 好那 什麼時候開始討厭他的 那麼你可以發現到 這個生跟滅 就是你討厭的 討厭他這種假設是一個法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升起的 那麼 是什麼力量讓他一直持續的 就是如果這把火在燒 你看到他就燒起一把火 是什麼 是什麼力量 讓這把火一直燒到現在 沒有停過 那你好好想這個問題 他基本上 有沒有這把火有沒有可能滅掉 是不是只有一個方法就是 我就避開他就好 或是盡量不跟他接觸 我就 我 我只有這個方法 不是 基本上如果你要改的我要從你的心 因為 他是不決定的就是說 這個人 這個人 他只是你討厭他還是所有人都討厭他 就算是所有的人都討厭他 那麼 是不是 任何人 這個是一個非常討厭的人 任何人看到他都會討厭他 不可能 沒有這種人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就算是提伯達多 我們就說嘛 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如果我們看起來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自大 然後 又傷害佛陀 然後 又不聽了人家的話 傲慢 但是 我們說 阿難看到提伯達多 阿難看到提伯達多 佛陀看到提伯達多 跟提伯達多的弟子看到提伯達多 跟 靜泛王 這個波斯逆王看到提伯達多 心都不一樣 即使是 我們現在覺得他這麼討厭一個人 佛陀看到他會討厭嗎 不會啊 舍利弗看到他會討厭嗎 不會 舍利弗看到他也不會討厭 為什麼 他震撼了 都沒有煩惱 他怎麼會討厭人家 不會 只在於說有沒有對他生起慈悲心而已啊 那如果是這樣來講 你如果 地藏菩薩去第一看到那些第一眾生 如果 他 他一定有神團嘛 他知道這些人都做了些什麼事 每一個人都極度讓人家討厭 但是地藏菩薩為什麼還要救這些人 那基本上就是他那個心不一樣 所以叫大怨 所以這個叫做怨 很堅固的心 他是習慣上即使 非常令人家討厭的人 他也都要盡量 所以他叫做大怨啊 怨其實是一種心 那這個怨你的怨心就會招感你的怨 怨是從怨來 那你說 你要知道 我跟他不投怨就是我跟他有惡怨 那一定從你的惡心持續而來 一定從你的惡心 因為你第一念以前沒那麼討厭 看到他就對他起一個惡心 不知不覺啊 那個是習慣性的嘛 就這個人就讓人家討厭 看到他就討厭 今天好倒楣又看到他 當你起這個念頭的時候 馬上那個心那個緣又加深一層 加深一層 因為惡怨就從惡怨來嘛 那怎麼辦 我跟他是同事 我又不能不看到他 要不他離職 要不我離職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這個其實有時候還不是 這個還不是問題 有些在家庭 一家裡面 兄弟姐妹或是 父母子女 有些是這樣 有些不容易 就是 我也不能離開 他也不會離開 那怎麼辦 那就一直看 就是你這個怨 其實如果你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下輩子還會持續 因為人跟人 依什麼在一起 依緣 依業 基本上是依緣在一起 有緣一定會相見 那麼如果是 彼此有惡緣一定會互相來折磨 如果彼此有善緣一定會互相來成就 只要有緣一定會相見 因為 心跟心彼此互相 不管你是 不管互相吸引 還是互相排斥 其實都是互相吸引 你討厭他 就是你看到他 會有 對他 就是你 你恨一個人跟愛一個人 恨之路骨跟愛之路骨 那個都是心 一種很強大的怨 這種怨 這種怨不斷在造作 不斷在造作 所以會讓你 會讓你不知不覺的 一直 會遇見他 然後你又起這個心 然後又遇見他 就算你沒遇見他 你忽然間遇見一個跟他一樣的人 你還是會起那個心 類似的人 你還是會起那個心 所以你會同樣 招感 你會不斷不斷你的心會招感 這樣的人來 你的惡心 就是你 怨恨這個人的心 已經像一包垃圾 會招感不同的 這隻餐飲被你打死 還有另外一隻餐飲會來 一定會這樣 所以 心 什麼叫做業 業就是心造作的而已 身口意都是業 那麼什麼叫做緣 緣就是你的願而已 那怎麼辦 你說那好 那現在我們解決問題怎麼辦 我告訴你一個好方法 你這樣做一定可以 第一個就是 先改變你的心 怎麼改變呢 你看到他 因為你習慣性看到他 你就討厭他 你就討厭他 所以你現在要轉過來 現在看到他你要作意 強力的作意 這個人 這個人 其實他也有好處 就是你先看他的好處 但是有一些人怎麼看 像有時候教過一些 一些趨勢 他說 師父 我照你的方法去看 這個人 我想了很久 一點好處都沒有 他越想越急 怎麼想這個人都沒有好 一點好處都沒有 其實他就是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 你就 他會習慣性這樣想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你還是可以想出來 想說好 那我們就從 你什麼時候開始討厭他開始想 那為什麼一直這樣討厭他 那個討厭的動力在哪裡 因緣在哪裡 那為什麼其他的人不討厭他 原因在哪裡 你把它想清楚慢慢就發現到 其實 跟你自己的心有關 那這個我們跟大家 上次沒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就是 這種修法就是 這個華言經的進行品 上次有講過這個嗎 華言經的進行品就教我們這種修法 你回去看一下進行品 他總共有141條 80華言跟65華言不太一樣 141或143 那他都寫什麼呢 他其實他什麼叫做進行 你看 你回去看然後挑 挑你要的你把它背清楚 華言經的進行品 那麼 他基本上分成三種境界 我們會遇到的境界 好的 不好的 不好也不壞的 就是好的壞的跟不好也不壞 那這個又分有情的跟無情的 那好的有時候我們會起貪愛 好的我們會起什麼 起承恨 比如說 舉個例子 他裡面有這個例子 比如說 你為什麼討厭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 都不會感恩的 我幫助了這麼多 我幫助他這麼多 替他做了那麼多事 擔了他那麼多工作 結果他還講我的壞話 所以 看到他就討厭 看他到底要散 舉個例子 這是一個 恩將仇報的人 不會報恩的人 不會報恩的人 那進行品怎麼處理呢 他說如果你遇見一個不會報恩的人 你心裡面就這麼想 其實他就是轉念而已 這個人既然沒有報恩的習慣 那麼 我們也不要求他改變 我們就要 我們心裡面祝願他 進行品都是祝願而已 祝願 你回去 回去好好看進行品 就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對他祝願 就是希望他 怎麼樣 變好 怎麼變好呢 這個人既然不會報恩 那麼他沒有報恩的習慣 就好 如果他這個習慣 好 那麼他繼續保持 不是不報恩 他既然不會報恩 他就不要報仇 也不要報仇 我們就往這個地方想 這個人既然都不會報恩 好 我們祝願他 那麼 希望他 遇見 任何 不好的事情 也都不要報仇 順著他的習慣嗎 順著他的那種 順著他的這種 新的行為 我們祝願他 發揮這種往好的方向 最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 我們 我們這個 歸一佛 比如說 歸一佛 我們每天歸一三把 至歸一佛 然後你睡覺 這過程裡面發生很多事 他把他 走的境界把他寫出來大概141條到143條 143條 裡面有遇到好的遇到不好的 但是他有一個重點就是 不管你遇到好的 遇到不好的 你都是什麼 你都是希望他好 希望眾生好 就算你沒有遇見眾生 你脫空波 希望眾生都能夠誤得空性 你就算你大小便 大小便是不好的嗎 那你大小便 你每天都有大小便啊 當怨眾生怎麼樣 氣貪真吃 捐煮借法 希望所有眾生 丟掉 丟掉煩惱就好像丟掉大小便一樣 那我們常常起煩惱 我們又丟掉 比如說我生氣這個人 有些真正心嗎 那我為什麼 我在上廁所的時候丟大小便 你大小便是你身體的一部分啊 是你製造的啊 你會因為他拉出來要被廁所沖走 你會很 你會很捨不得嗎 不會嘛 對不對 趕快丟乾淨 那麼你起了稱恨心 稱恨心也是你製造出來的啊 那你就要這樣祝願 希望所有眾生 捨掉這個稱恨心 捨這個貪 整個這個稱 那因為 貪真吃多了我們就專門針對稱 如果我有稱的話 我們上廁所回去 看的 廁所 我們這個 這個把 把這個 把這個 大便 排掉 因為他對我們身體有害嘛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稱心排掉 把用法水把它沖掉 我們 就是 氣貪真吃 我們氣貪真吃就好像 氣這個大小便一樣 那麼他也是進行品裡面的一個啊 就是說你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一切事 不管你是遇見好人 遇見 遇見不好的人 那麼 那麼你都能夠發善願 比如說你遇見 不知道報恩的人 你就祝願他 他不會報恩 那麼 希望他也都不報仇 那當他不報仇的時候 慢慢慢慢 慢慢他的善緣就好了 那麼 這個人 會報恩 那希望他真正能報佛恩 那這個又不一樣啊 所以 所以 像 你 你 遇到很多境界 很重點就是 你那個心 轉換而已 這個人再怎麼不好 這個人就算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遇見一個 殺人放火的啦 這個人很不好 做了一切 坐姦犯科 那這個人有什麼好祝願的 希望 也是嘛 希望一切的人 都以他為借鏡 不要再犯他跟他同樣的錯誤 你還是發善心啊 是不是 就算我們也不是說希望這個人啊 希望這個人受了這個苦之後 他能夠痛改前非 或是希望所有的人 因為這個人 而不再造這樣的業 你遇見的不簡單 不管是好的境界 不好的境界 對你來講 都只有一件事就是發好心 發好願 盡心品是這樣教的啊 那我們 不用把143個都背起來 當然你可以也最好 你就 挑你比較 在意的 或是你常常會遇見的 你就這樣發 這樣發一個善心 那樣發一個善心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習慣發善心喔 真的我不會騙你 就好像我以前 我以前 心情很不好 那我就開始 看笑話 背笑話 講笑話 講到最後 自然自然 自然自然 你習慣性就 不會憂愁 好 那你 盡心品其實是培養你這個習慣喔 發善願的習慣 發善心的習慣 真的 那你回去就這樣做 那比如說好這個人 我們實際上做了 第一個就是改變你的心而已沒有什麼 你的心要怎麼改變 你下次看到他的時候你第一個因為你現在已經知道了嘛 因為你之前不知道你習慣性 對他就是習慣性的反應我們就說過嘛 印象會加深嘛 感受會加強嘛 反應會加快嘛 就這樣啊 所以 你 你會隨著你跟他相處的時間越來越久 你討厭他就越來越深 跟他的二緣就越解越深 一定是這樣子的 那麼你每對他起一個惡念的時候 那麼 其實 你的承認心就加 又加多一點 又加多一點 第一個你本身的煩惱會加重 第二個你跟他的 惡緣會加深 那麼一定是這樣那你如果沒有轉 他會怎麼樣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會受這個 你一定現在你一定會受這個 影響 因為你看到他就不舒服嘛 除非 除非 除非你這個時候剛好中樂透 這個力量大過於壓過他就不會不舒服了 那麼 不然通常就是你看到這個境界 你就不舒服的 那麼你這種不舒服你會一直持續一直持續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你往生下輩子來還一樣不舒服 因為 一定會在一起如果緣很深的話 直取不放那麼一定會在一起 你要義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但是你義的不是佛念的不是佛你是義人念人現前當來必定見人 就一定要見他嘛你未來還是會遇見他嘛 也一定會相見真的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什麼 你不想他 而且你還祝願他 這個人再怎麼餓 但是他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讓我發現 其實我有承認心 那我可以降伏我的承認心 那我比他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知道要怎麼降伏我的承認心他還不知道 希望 還是要發願 希望我能力長起來之後 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 我可以幫助到他 為什麼 有緣才能得度 即使是 即使是惡緣都是緣 所以以前文書菩薩也是發願 你傷害我跟我有緣 我有成就我第一個先度你 你看啊你看人家就這樣發願 但是當然我們有時候做不到這麼偉大 就先怎麼樣轉念 所有的問題都是由自己的心開始的 所有的惡緣都是不知不覺 一次一次加重 一次一次加重的 當你知道的時候你就可以 第一個 第一個你不讓這些緣惡緣越來越深 然後慢慢慢慢他就怎麼樣 就變了變了就是你討厭這個人 你不喜歡這個人但是 你要先轉變 你不用馬上改變你去喜歡他 你不討厭他你先不用 但是就是說你先 你先讓自己發善願 一開始當然沒有辦法馬上做到 一開始沒有辦法但是你不斷 對他施以善意我告訴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如果明天去上班遇到他 你先跟他打招呼 那他也許會覺得奇怪也許會覺得你假的那也沒關係 你真誠心幾次兩次三次四次 那麼他就會轉變 他一定會轉變 那麼就算沒有你覺得這樣也很尷尬不要 你不要做這種事那你內心 先祝願他 看到他先不要板著臉 那麼就是你心裡面先 先這樣 他就是我修行的境界 我跨過了他就跨過了一座山 爭奪被騙你 你跨過了他就跨過了一座山 你生命中從來不知道 有這座山的存在 他就是煩惱山 你不再有這座山的存在 你一直跨不過去 現在你就把它當作你的目標 當你跨過去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然後你就會覺得 那個時候有法喜湧現 真的 你因為你從來沒有想過 你可以跨過這座山 而且你也不察覺這座山的存在 但實際上他在你的生命中 他就是一座煩惱山 他就是一座煩惱山 但是當你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你就回去看一下進行品 然後挑你們覺得有用的背起來 然後就 看到然後就 就每天發每天發 他心發善怨變成一種習慣 你不要小看這種 你只要持續了一段期間 漸漸漸漸你會發現第一個你改變了 第二個 對方也改變了 第三個世界改變了 真的 這個世界改變 不再像你看到的那個樣子 這個其實不困難 這個其實不困難 不管我們因為我們都會討厭的人 其實我以前也有 後來慢慢真的也是因為這樣改變 現在也有討厭的人 但沒有很討厭的人 現在沒有很討厭 但是偶偶有一些很討厭的人 但是不會不會很討厭 但是一下子就會過 你不可能都是 因為我們還是有煩惱的 但是至少 它不是一座山 它頂多就是一個小土堆 但是你知道了 你不會一直加上去加上去 山有多高 那個時候是你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你持續多久 決定這座山有多高 真的 但是當你要回頭的時候那個山一下子 沒有多久一下子就沒有了 因為你只要破壞它的平衡那個山自己會崩下來 其實是這樣 這些這些都是我們生命中的問題 但都不是大問題 真的 其實這個都很好解決的我覺得 沒有那麼難解決 如果你有心解決的話 因為最少 最少 它對你自己好嘛 對它好不好另外一回事喔 它對你自己好 而且 不是現在好而已 未來也好 如果你 如果你真的不想再見到這個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不恨他也不愛他 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很恨他 然後詛咒說我下一輩子 再也不看到他 我告訴你你一定會看到他 因為你的心裡面念念都是他嘛 很簡單嘛 這個東西是這樣的 真的 這不困難你回去試試看 而且你會覺得 蠻有趣的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修行的目標 所以你看到他的心情一定不一樣 我保證 你明天去看到他那個心情一定不一樣 真的 這個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要接著講 沒有關係我們其實 重點要解決生命中的問題 但這個其實不容易 但是就是生活上的一些煩惱 如果你有方法其實是 很容易的 回去看一下進行品 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他是這樣 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你會遇到的種種境界 那麼這些境界 你也不用跟著背 但是大概差不多了 就是 他教你 他教你怎麼改變心念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現在來講 是諸法空向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 這個 關自在菩薩 行身 波羅 弱弱弥多使 照見五陰切空 度一切苦惡 舍利子 色不欲空 空不欲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 色想行事 亦附於日 舍利子 是諸法空向 我們講到這裡 不生不滅 這個問題又比較深一點點 不夠不盡 不爭不解 先講這樣 他是有三個 通常我們先來看 諸法空向 先解決這個問題 諸法 我們說空其實是無我 空就是無我 對我的否定 若沙門伯樂門既有我 一切皆以此 無受音既有我 見色是我 亦我相在 見色想行事 是我亦我相在 大聖的空 基本上是無我 就是無我 無我的深入化為 但是因為 佛滅後 這個無我產生變化 所以就不用無我 就用空 後面這一些 我們先解決這個諸法空向 什麼是諸法 諸法就是一切法 因為 這裡的問題 因為後面有 無言而彼得生意 比如說他後面是 無言而彼得生意 無色身相偉觸法 無眼見乃至無意識見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子見 無苦極滅到 無知亦無德 講到無知亦無德 這整個事 都是在否定的 我們就不寫了 講到最後 無知亦無德 那麼 這些全部 前面有三個 不生不滅 不夠不禁 不精不精不準 後面就 無什麼 無什麼 那麼這些都是法 這些都是法 那麼 就是 無言而彼舌生意 無色身相偉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見 這個是 運觸界 無無明亦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子見 這個是緣情 無苦極滅到 這個是世帝 這個無知亦德 沒有能得的智慧 所得的涅槃 那麼 這個是果 那麼 這些都是法 那我們現在要解決這個東西 是諸法空向先解決什麼 什麼是諸法 一切法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阿含經裡面 講什麼是一切法 那麼一般來講 諸法 我們常講諸法無我 我們先講這個 佛法講諸法 諸法無我 所以 他通常的諸法 基本上 其實就是五運 那麼講多的就是六處六界 十二處 十二處 十八界 但是也可以講五運六處六界 五運六處 但是六處一定牽得到內六處跟外六處 有內跟外 只要講六處一定是有六另外所以就變成十二處 那麼 十八界還有十八界 這個是 六界是由十八界 那麼 收攝起來講的簡單講的 那個就是六跟六乘六四 六跟六乘 跟六四 這總共加起來就是十八界 那麼部派就把它叫做運處界 那就是五運 十二處十八界 那麼這個就是運處界 這個就變成後來所謂的諸法 這個就是這裡 但是後來的諸法又改變了 我們先看阿含經的說法 阿含經說 什麼是一切法 我們來寫在這裡 好 扎喊 三一九經 三一九三二一都是 扎喊 三一九經 他講 這個僧文婆羅門問佛 我們先講阿含經的說法 然後來講部派的說法 然後再來講大聖的說法 僧文婆羅門 因為這個法的概念產生變化了 這個法的概念產生變化了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 對啊 僧文啊 不是我們僧文菩薩的僧文 僧文怎麼會是婆羅門 他是僧文婆羅門這個名字 僧文婆羅門問佛 僧文婆羅門問佛 我寫這個字太難看了 我馬上寫好看一點 他看不懂 僧文婆羅門問佛 僧文婆羅門問佛 什麼叫一切法 那一切法有時候翻譯作諸法 所以這諸法無我 因為他已經牽涉到 這個我無我 好 因何名一切法 佛告婆羅門 這個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還是要寫 佛告婆羅門 一切者為十二如初 十二如初 好 那麼 他就包括到什麼 包括 言而彼者神 就是我們 我們面對這個境界 這個就是一切法 因為他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 我們的一切煩惱都是從這裡生出來的 所以促進對心嘛 蛇入處 眼射 眼對射 那麼 耳對身 耳對身 眼耳鼻舌身意 對射身相會觸法 其實是這樣 鼻對相 蛇對胃 鼻對 聲對粗 然後異對法 四明一切 那麼這個定義很清楚 那麼三二一經也是一樣 差不多的意思 但是他 他多 我們還是把他寫一下 他多一個 若苦受若熱受 就是把五印寫進去了 他說 他說 三二一經 他是 記的不一樣 三二一經 那什麼是一切法 一樣 他說 雲和明一切法 佛告伯羅門 眼極色 前面都一樣 一切法是什麼 眼極色 眼視眼處 眼處 因眼身受 眼視 就是我們剛才講 五印十二處十八戒 遠視 眼處 眼處 因眼身受 若苦若熱 不苦不樂 不苦不樂 後面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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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這個就是先定義什麼叫做 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諸法 這個是諸法 所以諸法是一切法 一切法底下如果我們講詳細一點就是什麼 五印 十二路 十八戒 就是這樣 所以叫做運觸界 這個是阿含經裡面對一切法的定義 後來 後來產生變化了 我們再來看 我們要先了解這個 我們才知道他為什麼講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不垢不勁 後面的 無言而憑著真理 無色身相會出法 無眼見來自無意識見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是法的問題 所以後來有所謂的我空跟法空 那新經是 《般若經》裡面 我們說比較 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講他的一個核心思想 那麼我們來看 這個法本來是 第一個我們說這個法本來是 五印六處 六戒或是五印十二處十八戒 後來的法 產生變化了 就是所謂的無我 我們先來看 大制度論的 大制度論的說法 大制度論 大制度論是解釋 摩訪伯朗普密軍的 大制度論卷三十五 這個後來你們就一起看 你們就會知道 習相應品 他說 這個是 眾生空 眾生空就是我空 現在講到 現在講到空的問題 其實 空 升穩的 阿含經的空 初期大聖的空 後期大聖的空 中觀的空 為師的空 如來聖的空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現在因為講的是新經 那新經這個空 我們先理解一下 就是 先看大制度論的 他說 是 眾生空 是 眾生空 眾生就是 我的別名 等下我們再來講 這個波羅欽裡面講 十六種我 十八種空 是 眾生 空 眾生空就是我空了 那麼 自眾生空 從生文法中多說 所以生文法多說無我 生文法中多說 一切佛弟子皆知 你看 一切佛弟子 皆知 皆知什麼 諸法無我 就講到諸法無我了 那麼 阿涵經很明顯的說諸法無我 為什麼到了波羅經 都是講諸法皆空 他在解釋這個問題 那我們要先了解這個才知道後面 這個新經在講的這些 他說 一切佛弟子都知道諸法無我 因為三法院嘛 諸血無常諸法無我 而且你解脫諸形無常事事先的現象 你看到了你從無常中悟到無我 從無我的成神得裂盤結境 解脫不解脫 關鍵在諸法有我跟辱我 那麼這個佛弟子都知道 那既然這樣 為什麼還要講諸法皆空 他說 佛滅後五百歲 諸法無我 對 諸法無我 三法院的諸法無我 佛滅後 佛滅後 寫太小字了是嗎 要不要寫大字一點 佛滅後五百歲 佛滅後五百歲 就是初期大聖興起的時候 金剛經講 佛滅後五百歲 其實是初期大聖興起的時候 佛滅後五百歲 分為二分 這個龍書 龍書講的 他說分作 這個諸法無我開始分了 這個無我開始有所謂的人無我 法有我 無我 諸法無我 還是諸法 還是一切法 但是後來的諸法其實也有產生差異 等下我們再來講 開始分了 人無我 就是眾生無我 人無我 法有我 他說分為二分 有性法空 二分 第一個有性法空 法是什麼 等下我們再來講 有性法空 有但性眾生空 這個就是說一切有部 大部分的部派其實都是講有的 一切法有 只是 三世有還是縣世有的差別 大部分 有但性眾生空 這個眾生就是我的 我的別名 言五眾是定有法 五眾是什麼 五眾就是五韻 五眾就是有時候翻五韻有時候翻五陰有時候翻五陰有時候翻五重 那 言五眾是定有法 這個差別在哪裡啊 等一下我們講 定有法 但受五眾者空 這是他接受 他 他只認為 五韻無我 但是 五韻 一一韻這個是法 是有我有自信 所以就變成 我們現在 這個有時候一些概念混在一起 但是說五眾則空 五眾者 空 好 就是五我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五韻 這有些人還不知道 我們說一切法其實就是韻出界 從五韻來講 五韻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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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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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和和成什么 成我 像我们现在 就是想象中的和和的 有心 有身心和和 那现在讲 这个我有没有 这个我没有 所以这个是五重者 这个我是没有的空 无我 但是言五重是定有法 有 那这个五重跟五重者 差别在哪里 五重就是这个 五重组合成的 我是没有的 但是设法有没有 有 受有没有 有 想有没有 有 行有没有 有 这个都依法是有的 依法是有的 就好像 比如说这间是房子 这间是房子 那房子 房子有一个房子的像 这间叫做讲堂 那讲堂有没有 讲堂实际上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讲这个有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有跟没有是差在哪里 我们先讲这个 就是说 你看这个讲堂是有 你看有电风扇 有电灯 有钢筋 有水泥 有天花板 这组合起来的 那么把这些东西一一拆掉 你哪里看到讲堂 没有 但是天花板有没有 有 水泥有没有 有 就算你把水泥打成沙子 沙子有没有 有 就是这个是不能没有的 所以这个叫做法 就比如说一部机车 一部机车如果有一万个零件 那么你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机车 但是 有没有真的机车 有没有 是由这些零件组合起来的 但零件有没有 有 你拆掉还有零件啊 零件不能没有啊 机车是没有的 因为机车是组合的 就是一盒相嘛 它是组合有的 那五蕴 它就是简单 就是五个嘛 但是五蕴里面 色素人性 各个也会很多啊 所以它也是各个组合起来的 但是这个 这个组合起来的这个法 这个我是没有的 但这个法 就五种法 就有五种法哦 这五种法 一一法是有的 那么这个就 部派当时就是认为 这个一一法都有 那原来的法 我们说过 诸法的概念 产生变化了 原来的诸法 就是以这个五蕴身心 或是五蕴身心 所面对的境界为主 但是后来的诸法 扩大了 那么从哪里可以知道呢 比如说 我们讲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 世青菩萨做的聚首论 他是 他是归纳 那些部派 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各个部派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他是给他做归纳 那么把它形成一个比较简单容易的 叫做五位七十五法 那么这个叫做一切法 也叫做诸法 那这五位七十五法里面 他分两大部分 一个叫做有为法 一个叫做无为法 那有为法里面 有为法是有生命的 他又分几部分 设法 心法 心所法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 但是他分析的多了 这个设 但是后来的设法又不太一样 原来的设法就是四大吉四大所造设 就是我们的五根跟五成 其实不是五根 五蕴 就是六根跟六 五根对 五根跟五进 五根跟五成对 五根跟五成 然后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五表色 就变成这样了 就是法成 五根五成 再多一个五表色 那么心就只是第六意思 那心所法就多了 有善 有恶 大善地法 那么有大地法 有大烦恼地法 有小烦恼地法 有善恶心所 那原来 原来的 原来五印的说法就是什么 受想形而已 就是他后来分析的多了 受想形 那这个大部分 心所都在行心所里面 好 那另外还有什么 没有 这四个而已 就是设法 心法 心所法 还有一个就是不相应 行法 不相应行法 不相应行法 就是 他不属于设法 也不属于心法 心心所法 不是设法 也不是心心所法 跟身心没关系的 比如说像时间啊 空间啊 身住灭 特别是像 这个是不相应行法 特别像 身 住 灭 这个不怕也把它叫做一个法 就是 哪一个法 升起 他一定有一个身法 一个法灭去一定有一个灭法 这个法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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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这些是设法 这设法 这支笔是不存在的 你给它磨成塑胶 把它擦开 但是他一定有那个设法的实相 就是极尾 组合成这个设法 他不能没有 类似像这样的 心法他也有 就是一一法是有的 所以这五位75法 一一法是实有 那五位法原来只有涅槃 但在不怕里面 他分了三种五位 就是虚空 折面 非折面 折面五位就是涅槃 就加了一个虚空跟非折面 到了后来就越来越多了 九种五位 那么加起来 每个人立的不太一样 再来十几种 那这个就变成诸法的概念 产生变化了 那么 诸法无我 仍然是诸法无我 就是诸法 诸法无我 如果在三法印里面 诸法无我指的诸法是指什么 指这个五印身心而已 印出界而已 但到了不怕 这个诸法改变了 所以他不是诸法无我了 他如果讲的诸法无我 指的是 指的是这个 指的是这个是五重 这个五重者就是 我是没有的 诸法行前的我 是依然误得无我 但是这个诸法的法 概念产生变化了 所以后来 就隆述讲 他讲不讲空 那不讲无我 那我们来看 另外 因为这个就是从《波勒经》出来的 《新经》就是从《波勒经》出来的 依然诗 前面是这个习相应平 这个龙树在讲 为什么 为什么会讲我空 诸法皆空 因为差别在这里 他定有法 决定 有 我们刚才要讲有 有跟没有 他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有它是一种存在 是一种实在 实在 但是佛法讲的 讲的空 它并不是 这个后面我们讲到 禅跟断 如果 一般来讲 无我 无我不是断灭的无我 它包括一切法 它也不是不存在 它不是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 因为不存在就变成断灭了 它存在 源起 世俗地藏它是存在的 不是不存在 只是不实在 应该可以这么说 它不是实在 实在就是 它不会改变 它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佛法的无我 并不是说 它不存在 没有 那个并且断灭 它只是 如果是实在是藏 实在就是藏 如果不存在 那么它就是断 那佛法 它不藏不断 那么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到 八部的时候再来说 那么荣树里面讲 就配合这个 我们再来讲 它是这样 它是说 讲到这个所谓的 诸法 无我 诸法无我 这个诸法 无我 诸法皆空 因为现在讲这个诸法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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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信 有 定有法 知 法有自信 所以 它讲这个空 其实就是信空 无自信空 那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字论 一样是字论 卷35 一样在这里 字论 卷 35 一样是习相应平 那么 不是35 31 字论卷31 字论卷31 它说信空有两种 这个就讲到阿哈跟波勒经 出其大声的不同 它说信空有两种 它这里也是讲两种 佛面后分为两种 诸法无我 跟这个就是众生空 跟法 众生是空 但是法不空 众生无自信 法有自信 它这里讲信空有两种 时间到了 再给我几分钟 把这个讲完 信空有两种 第一个 于十二路中无我无我所 于十二路中无我 无我所 我们刚才有讲 一切法就是什么 就是十二路 一切法就是十二路 所以这个是阿罕君的说法 就是五印 以十二路为代表 云合一切法 这个就是一切法无我 无我 无我就无我所 这个就是阿罕的诸法无我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是魔后眼的 第二个 十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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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向空 十二路向 十二路向自空 自信空 意思是什么 这个不一样 就好像这个五中一样 就是五印六出 五印十二路 十二出 十八戒 一样 这个是 五中者空 但是 五中定有法 就是不空 那这个是十二路中 无我我所 十二路 就是我 这个严而彼舍生 对身相会出 这个内六出 外六出 这个是无我 但是 内六出 外六出 像我们 《据守论》里面讲的 这个设法 心法 心手法 这些依法是有的 严而彼舍生 设身相会出 这个是有的 但是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波罗经的手法 就是心经要讲解决的问题 这个是阿含经 阿含经的手法 那么 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 没有问题 大小生都认同 但是 波罗经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这个法 这个代表一切法 这个代表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 我们把它换成五印也是一样 十二路相 这个相 相跟信是一样的 至空 它本身 本身就无自信 那 他说 无我无我所是声文论中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声文论中说 无我无我所是声文论中说 声文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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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本身就是自信 这个就是自信 这个是波罗经 这个是谋言中 这是某言中 这里的比较复杂一点 我們後面還要解釋 十六種我 十八種空 還有這個八部 其實都在這裡解釋 不生不滅不過 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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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顏 中 摩顏法 說 十二路 我所無故空 我所無故空 這個就是一開始講的 什麼叫做一切法 以十二路為主 那麼 佛若無我 重點在這裡 若無我 法空跟我空一不一樣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些人執著 所以他才換一個名詞 若無我 若無我所 自然得法空 如果你正得無我 但是覺得法是有我 那你一定是沒有正得無我 他講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真的正得無我 那麼你一定知道法空 他等一下會解釋這個 那所以說 如是當之一切法空 如是當之一切法空 現在講到諸法皆空 就是如是當之一切法空 若我我我所法上不走 何況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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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事故 眾生空 眾生空 法空 中歸一義 世民信空 我們把它寫到這邊來 因為這樣其實眾生空 眾生空就是我空 眾生空 法空 中歸一義 其實是一樣的 眾生空 世民信空 他解釋這個 我們講的信空元起 信空元起 好 那這個大家回去稍微看一下 下次我們再把它再講詳細 因為他有很多要互相關聯的 我們必須互相看 才知道他這裡的重點是在哪裡 那麼他諸法空向 我們先解釋這個 就是諸法跟空 從這兩個概念 他在佛滅後五百年 大概佛滅後一兩百年 他就產生變化了 到了五百年 有一些人出來澄清 其實你對法的直取也是一種直取 那這個就回到我們上次講 那麼我不見有取一法而無罪過者 也是像這樣 那麼開始強調所謂的諸法 解空 好 那因為時間到 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講 下次再來講 就是大家回去稍微看一下 那麼其實 後面不生不滅不勾 不勁不增不減 那只是代表性的說法 他要解決的問題 其實就是榮述說的八部中道 好 那我們今天先想到這裡 因為時間超過了 下次再來講 好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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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於一切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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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向佛陀三問訓 以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好 我們謝謝順客法師 好 向法師以問訓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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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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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